基本上这颗就修剪完了 里面的那个月季是用盆子种的 所以我得把它端出来也修剪一下 看这颗月季 确实你长得不咋 这个品种是红半的红色绝带佳人 这个系列的月季呢 它是耐热型比较好 也是新出的一个品种吧 刚宁静程度 看这个黄标 这个品种呢 它是有商标权的 所以有一个品种权 商标权 受法律保护 未经授权 禁止扩散和繁殖 你可能都没听说过植物 也有正版和盗版吧 如果在网上购买的话 建议大家购买这种 败黄标的正版的 这样的第一个它品质有保证 第二呢 你可以鼓励它们引进更多 然后繁育更多 更适合这边的月季品种 你在干嘛 阿佛你怎么在那尿尿啊 我的剪刀快点拿开 你为什么要在我的地殿上尿尿呢 有那么多地方你不学 修剪月季 首先把这些枯枝给它修剪掉 还有就是项类生长的枝条 也要把它修剪掉 还有一些弱枝 你看这种重叠的这种两枝 但会影响它的一个通风和光照 其实可以修剪掉一枝 修剪掉这一颗较弱一点的 花蟹的这种也要把它修剪了 一定要小心它的刺特别多 看我就已经修剪好了这一株 修一枝 哇这颗长得还蛮好的 可以先把这些花蟹掉的把它剪掉 留更多的营养给别的花花 月季就是一个药罐子 每次下完雨啊 就很容易得什么白粉病啊 灰霉病 还有就是牙虫这些 但它天生就是个药罐子吧 但是这个药罐子又比较 不容易养死 不非你真的对它不管不顾 不闻不问 月季就像那种娇弱的女生 是吃甜长大的 就是你一定要喂它很多肥尿 开花的时候 会需要大量的肥尿来堆砌 它才能开得多也会开得好一些 现在市面上用的月季的肥尿 一般是花多多啊 奥女肥啊 当然你有钱可以买一些日本的肥尿 挺好用的 特别是家里有猫猫狗狗的 因为它们一般都会强调 无残牛无毒害这些东西嘛 你要让它长得很漂亮 你确实要花挺多心事来管理它的 我把底部的这些鲁鱼的枝条都修剪了 这样就是让它通风更好 也能够让这些枝条到的阳光 还有它也很爱得什么红蜘蛛这类的病 反正所以在经责前 要把这些防护措施做好 这样凑气的管理也会轻松一点点 看一下 基本上我就修剪完了 修剪完之后是不是看了清爽很多 最后一颗虫磅红色绝带佳的 修剪完这颗我就可以去送我的花里花了 我觉得月季也很好的牵插繁殖 只要你想繁殖 随便面就有个人 除了爱生病没啥缺点 这几盆虫磅红色绝带佳的 我是从南丹运回来的 但是它在那边都能够安全过程 它不怕冷 然后我了解到就这个品种 它的花期很长 就是陆陆续续的开花 相对的病存还管理也比较少 我感觉它没有像那边种了一片蓝色英语 月季墙嘛 它没有那个爱生病 但是我觉得它的开花量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麽多 我就不知道是我自己没有管理好吗 但是蓝色英语 我也是那样的管理 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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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就大很多 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太多 你又要求他花期长不怕过冬 不要求这样那样的 要求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持续不断地开花 然后抗病性强就可以了 花量少一点就少一点 然后它的花也不是那种大花型的 它是那种稍微小花一点 月季品种的花不属于大花型的 大不小吧 因为还有比它更小的 花盆里还有一些杂草 就顺到一起拔掉了 基本上就修剪的差不多了 主要你看我下面修剪了一些滋干之后 这些就比较能够通风透气了 这样也不容易 病虫害 OK 三个都修剪好了 开心 Cut 我真不怎么爱生病啊 这个植物 长得都很好 这颗稍微有点多余 这样到时候给它压一下 压到这边来 搞定 三盆就修剪完了 现在我要整理后面这一片 首先我得把这一颗圆堆绣鞋剥开 再把这个薰衣草清理一下 后面的毛地黄拔出来 然后晾干把种子收集了 这个矮扑很割手 所以要去戴一个袖子 稍微遮一下 这都哪是伤口呢 好痛啊 刚刚忘记的 我把它戴一个on side的这个 稍微用一下 太割手了它那个叶子 你干嘛 你刚刚在这个上面尿尿 我都没打完你 阿伯 坐下 不打乱好不好 好 开始干 这个天气干这个活儿好安逸啊 又不会流汗 好香啊 这味道 这类香草类的植物呢 都病虫还比较少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养 而且味道很足 也有一定趋闻的效果 阿伯 阿伯快 等一下 如果我的阿伯也培养成一个 爱花草的狗狗 哇 那就太好了 去完之后呢 我就去把喷雪花 替换成大梨花